骗子都是,心理学大师,我们为什么会受骗?诈骗行为十分常见,它对人们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受害者除了损失钱财,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打击。陷入自我怀疑和懊悔痛苦的情绪中,因此每个国家现在正不遗余力地推广反诈骗,呼吁更多的人能提高警惕防骗防诈,维护自身利益。 我想应该没有人能派凶口说,自己从来没有上当受骗过,将来也绝对不会受骗。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被诈骗钱财当时头脑一热便掏了钱给骗子,幸好损失不多,但却让我不得不深深地反思。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受骗?为什么骗子的骗术无论多简单叠角但总是能得逞? 为什么在人们提高了警惕甚至还有旁人提醒的情况下仍然会掉进骗局中? 大概因为我们是人,必然有着许多人性的弱点。 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些弱点,将我们拿捏得死死的。 一,带着许多疑问和寻求答案的心。 我翻开了我们为什么会受骗这本书,但却发现是自己太天真了。 之前在新闻看到的骗术原来只是小儿客,本书记录了从古到今各种各样的知名骗术案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真是让人咋舌。 不得不惊叹,其实骗子都是心理学大师,将人性了解得如此深入透彻,才能让种种骗术得逞。 在1951年9月,有个名叫约瑟夫西尔的加拿大皇家海军军医,为一传遭遇枪击的十多名伤员进行了手术治疗。 但是当时有谁能想到,这名医生并没有医学学位和手术资质。 更无法相信的是,这名医生连高中都没有毕业。 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伪装大师。 医生的真名叫费迪南德沃尔多德玛拉,是历史上著名的欺诈高手之一。 有着数十年的行骗生涯,贬集各行各业,包括心理医生,大学教授,修道士等等。 关键是他每次总能得手,让人们深信他所伪装出来的角色。 甚至于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还曾请他为自己的棋子节省。 是不是匪夷所思,像德玛拉这种骗子还有很多? 他们并不会在脸上写着骗子二字。 他们也会表现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肉情贴心。 有着高超的社交手段,让人感觉亲切可靠。 而获取和操控他人的信任,正是所有骗子都秉承的一个核心基本原则。 二,当然,要是一个骗局完美的实施。 成功窜取猎物的钱财力,只获得其信任还不够。 骗子还有着一系列的套路手法,也有着猎物自己走进陷阱。 我们为什么会受骗? 艺术的作者玛利亚康尼克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 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将骗子的行骗行为和套路。 受害者的心理表现等用心理学进行了解析。 也让我们了解到人性的弱点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轻易被骗子利用? 骗子套路多,但是在作者的一步步细致拆解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骗局从布局到实施再到首尾。 不外乎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六敌机仙,动之以轻,请君入卧,完美故事。 取信愚人,欲擒故纵,得寸进尺。 投之夭夭与斩草除根。 在所有的阶段中,人都有着各种心理弱点。 骗子只需稍加利用,顺水推舟,便能将猎物套牢在一个连环陷阱中无法逃脱。 最终顺利得逞,拍拍屁股轻松离场。 而受骗者也许此时都还没有反映过来自己已经被骗。 这就是骗子的高明之处。 三,精心布局行骗与猎物打交道。 下狠手欺诈,绝情离场。 这些其实都反映出骗子有着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 那么为什么骗子跟普通民众有什么区别? 他们有着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呢? 有研究发现,许多骗子有一种黑暗三角人格。 就是精神变态,自恋和马基亚维利主义。 精神变态者的一个特征就是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处理感情。 他们缺乏同情心,冷漠无情,不会感到羞愧内疚。 因此在行骗时不会因为对别人产生伤害而感到同情或内疚。 自恋则会导致自我膨胀,自命不凡,自我价值感过高。 以自我为中心,会不得手段地维护自己的形象。 马基亚维利主义人格则几乎等同于欺骗。 这种人冷酷无情,为达成目的而操控。 欺骗他人。 作者认为骗子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环境造就的。 有着黑暗三角人格特制的人决定了潜在的犯罪倾向,但再加上一个合适的机遇和貌似合理的原因。 这三个条件共同具备,才会促使骗子诞生。 开始行骗,四。 当骗子要布下一个骗局,他们会预先做好准备,就是去了解行骗对象的背景和各种情况。 然后动之以情,在情感上跟受害者拉近距离,获得信任。 有一个叫曝光效应的心理现象,就是指我们对经常看到的。 接触到的人或是会产生好感。 从心理学来看,人是靠两套系统来处理现实。 一是情感,二是理智。 有些情绪会让人失去理智,比如恐惧。 当我们的情感被控制,便容易冲动地凭直觉反应来行动,落入骗子的拳头中。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些用恐吓、威胁方式的诈骗,很容易就迫使人们身心不移,并按骗子指示献出钱财。 人类很容易被鲜活生动的故事打动。 当骗子经常在面前刷脸,取得受害者的喜爱和信任后,便会通过讲故事。 与人设等方式来打动和暗示受害者。 而受害者被故事吸引,情绪被唤醒,头脑发热。 在情感的驱动下按骗子的引导行动起来。 当人们内心有着某些强烈的欲望和需求,也很容易被骗子利用。 如果骗子抛出的诱饵正好满足受害者的内心需求,也就是再请受害者入望了。 骗子还会运用一种叫登门槛的策略来收复受害者。 就是说,先向你提出一个很小的请求。 当你答应后,再提出一个更大的要求。 逐步递增,而你却无法觉察。 与之相反的则是以退为进策略。 很多人在拒绝一项较大的请求后,会更容易同意一项较小的请求。 接下来,骗子是如何编造完美故事? 用什么方法取信于人? 其实骗子利用人类心理上众多漏洞将你拿捏住,杀猪盘心理学揭秘, 手音效应自我展示技巧,自己人效应。 一女子不就前,她通过微信认识了自称叫林磊的男子。 经过几天的交流,小小发现对方风趣幽默,帅气夺金, 两人随后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此后有一天,林磊突然对小小说她在香港维护某彩票后台时, 发现该博彩网站有漏洞,可以利用该漏洞赚钱。 因为林磊是工作人员,工作时有监控不方便操作, 她希望小小可以帮忙,并再三保证这些赌博网站在澳门。 香港都是合法的,稳赚不赔。 为了证明自己对恋人的信任,小小按照林磊的指示进入赌博网站。 注册账号开始充值,起初她每次按照林磊指导都能赌赢, 几天下来在平台上已经赚了两万元。 这时林磊要小小在VIP厂玩个大的, 为以后幸福婚姻生活积攒一笔资金。 小小东拼西错充值18万余元,结果血饼无归。 而此时她的恋人林磊失踪了,心理学揭秘从网链一键钟情开始, 到参与网络赌博或投资诈骗结束, 直到受害者倾家荡产甚至背负巨债。 这就是杀猪盘诈骗。 采访中深吸晚报记者了解道, 别看刷单,贷款类诈骗方案数比杀猪盘类诈骗多, 但是要说起来才损。 其他所有的诈骗类型加起来都没有杀猪盘类诈骗够。 经统计,2021年, 太原市平均每一集杀猪盘类诈骗案件受损金额就高达19.5万元,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这其中三个心理学内容不得不提, 那就是首因效应自我展示技巧和自己人效应。 首因效应也叫首次效应。 优先效应或第一印象效应。 心理学研究发现,与一个人出色会面, 45秒钟内就能产生第一印象, 对于单身的或者缺乏感情的男女, 特别是成功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女, 骗子们都会对症下药,钻研角色, 摸清你的喜好, 从而打动你的内心, 集穿你的一切戒备, 杀猪盘诈骗手法中, 骗子们总是披着华丽的外衣, 要么是俊男美女, 要么是行业精英, 他们会为你展示精致的生活和宽广的人脉, 这就是第一印象效应, 把你带进先入为主的漩涡, 让你看不透, 摸不透, 一切都掩饰得天衣无缝, 获得良好的印象分后, 骗子就开始实, 自我展示技巧, 在心理学层面, 人类有一种习性, 那就是会对主动展示隐私给自己看的人, 产生天生的好感, 几乎无一例外, 交流中, 骗子会以自己私密的感情失败经历, 或是不幸的童年为内容, 先向受害人倾诉, 包括引诱受害人投资时, 他们的说法也是这是系统斗动, 我只信你, 也只和你一个人说, 当骗子如此坦诚向你展示隐私时, 受害人本能的反应就是, 他原来如此信任我, 我更不应该对他有什么借心和恶意, 受害人会不自觉对骗子产生好感, 进而信任, 在上述两个步骤完成后, 通常情况下, 受害人都会陷入爱河, 此后, 骗子使用的心理学技巧就是自己人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是自己人, 什么都好说, 不是自己人, 一切按规矩来, 用心理学分析人际交往, 如果双方关系良好, 一方就更容易接受另一方的某些观点, 立场, 甚至对对方提出的难为情的要求, 也不太容易拒绝, 例如, 一个原本连扑克都不会玩的, 甚至讨厌赌博的女子, 都会因为恋人的要求去豪赌, 但如果对方是自己讨厌的人, 那么无论对方说什么, 本能的就想加以抵制, 鉴于上述多种心理学说法运用, 骗钱又骗情的杀猪盘, 往往让受害人在不知不觉中掏空的所有的钱财, 甚至背负上了贷款, 最重要的是那种屈辱和无力感, 摧毁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很长时间不能走出这种痛苦。 在书的最后, 反邪教诈骗的专家戴维苏立文告诉我们, 要抵御洗脑受骗和操控的关键, 是要有强大而坚定不移的自我意识, 无论如何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保持客观, 用逻辑压制感情, 并设定自己的底线, 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抬头眼界, 结语, 虽然看完这本书, 洞察了骗子的骗术和心理原理, 知道应该如何方骗, 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一定能完全抵挡诈骗行为, 我们会受骗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内心相信并追求骗子所描述的那些美好的前景, 感受到人生价值和信仰的所在, 而所有人都想满足的需求, 就是信仰和意义。